藏著神教 一個個不怕冷往水裡跳 這就是有百年歷史的 野柳神明進港活動 重頭戲之一 今年元宵節 同樣要號召250位勇士 扮裝來跳水 即使遇上超級寒流 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 仍然信心滿滿 勇士怕冷嗎 不怕 我們的勇士不但不怕冷 而且會勇敢的往前走 跳得越遠 福報越多 當然我們後面的配套措施 也會做好 野柳神明進港 與北天燈南風炮齊名 也是新北市少數登陸為 民俗類的無形文化遺產 不只水裡來 還有活裡去的神明過火 活動現場更有大廚 以萬里當季的海鮮 準備豐富料理 有的進港以後 當然我們的魚跟海鮮 在優良的環境之下 當然會比較 比任何一個海域 抓回來的魚 更是新鮮 包括巨無霸海鮮飯與海鮮湯 還有海產叫賣競標 以及限量300份的開運湯池 讓遊客體驗最道地的 北海岸漁村風情 記者李孟昌張文宇 新北市報導 海產 海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